如果在原生的Configure里边去实现混元系统的图声视频呢 那今天呢我们就来看一个比较好的解决方案 其实呢我们在上一个视频里边已经通过LeapFusion 在配神的那个扩展里边实现了这样的功能 而且效果呢也是非常不错的 那唯一的缺点呢就是采用速度很慢 那如果我们在原生里边来实现同样的功能 那你会发现呢效果就会更加的棒 而且速度会更快 好我们先来验货 大家看一下这是一个图片 然后呢我们这儿是一个完全Configure的原生的混元的视频生成的工作流 大家可以看一下 比较有特点的我们就看这个采用器就可以了 这个并不是别人封装的啊 就是Custom Sampler啊 就是我们说的自定义的采用器 然后呢我们来看生成的效果 那这是直接输出的效果啊 那么它的缺点跟我们上一刻讲到的是一样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就是它在色彩上呢其实是有一些偏色的 大小呢我就大致这样调一下 大家注意 角色的一致性保持的还是比较不错的 而且呢它会将Flux生成图片的这种皮肤的塑胶质感呢给你降到最低 人物呢会更加的自然 非常的漂亮 那整个的主体 人物的效果 那整个的装束 皮肤的细节 其实呢 一致性保持的都是非常棒的 当然我们可以发现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就是它有偏色 整体的色彩呢有一定的变化 总体上来讲呢就是有点变淡 对比度呢有些降低 饱和度呢也有一些降低 所以说呢我们可以通过Color Match 这个我上一刻也说过 可以做一些基本的修正 修正之后呢这个效果呢可能就会更好一些 那我们来看一下修正之后的效果 那这两个图像的颜色呢就更加接近一些啊 不能说完全一样 对吧 那这就是整个工作流的一个基础表现 那我觉得呢大家应该也能看到了 那基本上可以满足我们图生视频的这样的一个要求 那当然你要实现这个效果的话呢 并不是简简单的去套一个工作流就行 当然第一个呢你需要了解整个工作流的各个关键组件的作用 第二个呢你需要避免踩坑啊 那我们可以把踩坑的这个内容呢总结为 一个不要和三个主意 好下边呢我们就逐一来说 我们先来看这个工作流的一个基本细节 首先呢LeapFusion我们在之前给大家说的时候呢 是在K神的扩展系统里边去实现的 那今天我们用的当然不是那个系统啊 而是K神的另外的一个扩展节点啊 这个节点就KGNode 大家应该对这个节点非常的熟 那这里边提供了很多的基础节点 可以方便我们去操纵ConfUI 那我们可以看到啊 大概在15个小时之前 现在已经是16个小时了 他更新了一个工作流 那这个工作流的名字呢 叫LeapFusion 混元Y2I2V Native Testing 那什么意思呢 那就是在ConfUI原生的体系里边呢 来实现我们这个LeapFusion 也就是图片到视频 所以通过这个名字 我们也就能知道这个工作流是干什么的了 你要使用这个工作流的前提 当然是将KGNode更新到最新版 这个安装非常简单 我就不起说了 而且我相信大部分人都是装着的啊 那下面呢 我们可以把这个工作流呢 给它放到我们的ConfUI里边去 大家就可以看到 类似于这样的一个工作流的系统 那我们简单看一下它的基础工作流 基础工作流很简单啊 其实呢就是一个混元的模型的加载 这儿我用的是官方的720P 当然我加载的权重类型是一个FP8的 这样的话呢 加载之后模型呢会有所减小 跟大家日常的操作手法呢也是一样的 那另外的话呢 我们会有这个Text Encoder啊 就是我们的文本编码器 另外的话呢 就是我们的Ve 找一下啊 Ve的部分 然后大家可以发现 在下面这个部分 那基本上就是一个原生的工作流的状态 那我们去图生视频呢 主要是靠上面来实现的 我们看一下啊 这里边呢 首先有一个图片 那我们用的这个LeapFotion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呢 是LeapFotion原生的Github的主页 那我们在之前的视频里边也给大家说过啊 就是说 它经过了200桌的更新 那最早的时候呢是一个小分辨率的 也就是320P的 那现在呢是一个544P 544P呢你可以认为是960乘544 我们可以看一下 注意宽是960 高是544啊 大家尽量呢 按照这个分辨率去做 然后大家去下载之后呢 它是当成一个Laura去用的 大家可以通过这个链接 把这个Laura给它下载下来 它的大小呢 大概是900多张 这个细节呢 我就不去细说了 那所以说呢 我们在这里边会看到 那么它会加载这个模型 而且是一种Laura的形式去加载过来的 然后呢 我们看这儿有一张图片 我们先进行一个resize 大家注意啊 这个分辨率一定是960乘544 所以说呢 我们要求这个尽量的 也是一个16比9的分辨率的高清图片 然后经过你的resize之后呢 可以达到我们分辨率的要求 然后我们看一下需要注意的关键节点 这儿有一个image noise节点 这个节点呢 其实是进行一个摆噪声的注入 注入的强度C的 这个你就按照默认就可以了 大家没有必要去深究 它到底是怎么去做到的 那另外的话呢 就是我们这儿会有一个 这个I2V的patch 那这个东西呢 其实呢 就是让LipFusion 针对我们的混元模型的起作用 这个节点呢 你在初使用的时候呢 可以按照默认参数去用 可调的参数呢 主要有这样三个 一个叫start percent 也叫end percent和strength 跟我们的什么很像 跟content night很像 对吧 这个我们待会儿去说 另外你要注意就是这个 model sampling的SD3 这个save的值呢 它用的是9.0 这个跟传统的7.0是不太一样的 所以大家呢 这儿用9.0 大家注意就是采样器 这个没有什么特别的 同样是欧拉和simple的采样器 然后我们采用了20部采样 别的呢 基本上呢 就是原生的会员模型的一个流程 那这儿还有一个节点 这个我们跑出来之后再给大家细说 这就是它整个工作流的一个效果 下边呢 我们来说一下需要注意踩坑的地方 第一个呢 就是大家一定不要用会员的fast value 那我们可以试一下 你看啊 现在这个效果还是不错的 那如果我现在呢 开启fast value 然后当然 我这个步数呢 可以适当的降低 那比方我降到10部 那同样啊 我这儿用了我们的tcache 去加速 现在呢 我的帧的长度呢 是33帧 那如果我开启 进行10部采样 我们来看一下 最终出现的效果 这个速度的确是非常的快 因为呢 我进行了fast value嘛 所以说是10部采样 整个采样的步数 其实是减小了一半 那么缩短的时间 其实不止一半 大家可能都有这样的认知 就是你跑10帧和跑20帧 还真正的采样的时间呢 并不是一个倍数关系 大家注意 这个动作呢 本身并没有任何的问题 但是你要注意会有噪点出现 这个噪点的话呢 更多的是出现在背景上 人物上边的话 其实也有 但是由于它作为突出的一个主体 可能感觉不是那么明显 即便是我们进行了修正之后 大家注意啊 背景的这种噪点也是非常突出的 所以说呢 这就是我们说的一个不要啊 你千万不要用这个fast value 这个加速技术 在我们上节课那个视频里边 其实我们是用了fast value 因为那个采样实在是很慢 由于呢 现在你注意啊 这个工作流还叫testing 也就是测试的一个工作流 就是它后续可能还会去更新 所以说大家需要避免的第一个坑 就是不要使用我们的fast value 当然这个是可以使用的 就是我们说的tcache 当然tcache的方法很多啊 我这用的是这个patches 这个扩展报提供的 这个tcache的一个实现 你可以用任何你喜欢的 这个tcache的实现 来增加加速的这个方法 都是可以的 第二个大家需要注意的就是帧 这个帧数呢 其实是有一定讲究的 我这呢 其实也是经过一系列的测试 最后得到了我们想要的一个效果 下面呢 我们就来看一下 我整个的测试过程是怎么做到的 那我们看一下 这是我最早的一个测试版啊 这个呢 是一个旗袍女孩 靠着一个窗户 别的呢 其实都一样啊 注意我现在的这个Lens值呢 是25 25呢 是我经常用的一个测试的 真的长度 因为它采样的速度会很快 那么大家会发现啊 在这个效果出来之后呢 我们会觉得这个人物的动作不太够 那你看下面这个也可以 就是动作的这个状态 总觉得少点意思 对吧 然后呢 我就去不断的去增加它的这个 针的长度 大家看一下这个针的长度呢 现在我已经给到了49针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动作的一个效果 这个提示词里边还是说它在扭头啊 所以说我们看到呢 这个的确动作会更多一些啊 但是呢 基本上也就是一个扭头的动作 所以说呢 我又做了一个增加啊 那我在使用65针的时候呢 就得到了一个不错的效果啊 由于刚才这个不知道什么原因啊 加载不出来 没有办法给大家演示啊 所以说呢 我就做了一个其他的这种测试 就是我换成其他图片 同样是65针 然后呢 我来跑了一个这样的一个视频 大家会发现啊 中间有一个镜头转换的过程 就是从一个画面转到另外一个画面 从这个美女啊 然后拿了一个雪碧 然后到这样的一个画面 当然我不知道是不是我的提示词有问题 然后我也尝试去精简了提示词 原来提示词很长 现在我把这个提示词呢 给它剪短了 然后我们看一下我们得到的这个视频 同样呢 也会有一个镜头切换 所以说呢 不是提示词的影响 它就容易产生一个镜头切换的 这样一个效果 那我大致看了一下啊 看1234567 1234啊 也就是47大概28针的样子 但是你要注意啊 这个并不是所有的针 大家如果看我们上一个视频 你会发现 如果我们是25针 最后你拿到的真正的 这个视频的长度呢 大概是21针 主要是靠这个进行了掐头去尾 这样一个操作 那么同样 我现在是65针 但是你真正我拿到的 同样是少了4针啊 所以说这有一个掐头去尾的操作 那就是现在呢 我们大概会在28针左右 容易出现镜头切换的这样一个东西 所以说呢 65针呢 并不是一个合适的选择 所以说呢 我猜想可能33针 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那原因是因为我们都知道 会员视频的帧数呢 大概是8加1 这样的一个要求 必须得是8的倍数 然后加1 对吧 我们还是遵循这个原则 所以说呢 我是33针 然后我33针做了一个测试 大家注意 这个效果就是非常棒的 没有镜头的切换 当然这只是一个特例 那我们需要不断的去尝试 那我们再回到刚才的那个旗旁美女 那我现在呢 同样是用了33针来看一下生成的效果 这个动作也非常的丰富 稍有点卡啊 大家注意 这个动作也是非常明确的 然后呢 我们再来看这个 我做了很多的测试 大家看一下 这是33针的情况下 一个演讲的美女 大家注意啊 这个演讲的美女 不光是这有动作啊 这个屏幕上这个人也有动作 对吧 这个非常有意思 经过颜色校正之后 这个会更加的符合原来图片的这个色彩分布 那我们再来看 我们刚才给大家看的这个 来看一下 也是非常漂亮 我们说了一个不要嘛 就是你千万不要使用那个fast value 那么注意的话 第一个就是真平 我建议是33针 当然呢 我觉得再高了 你说我到 这是48 或者你到58 就是41针 我觉得那个有点 多了啊 就33针 因为我们现在可以看到 它大概会在30针的前后产生镜头转换的这样一个效果啊 所以说这个可能跟训练的这个数据集是有关系的 那我们这儿呢 建议大家就用33针 然后第二个注意的点就是这个地方 就是提示词 提示词呢 不要用特别长的提示词 因为呢 很多的细节其实在图片当中已经有描述了啊 所以说呢 我们在这主要说的是动作 比方说我现在这个提示词 就是一个女孩站在石桥上面穿着中式的衣服 然后呢 有长头发 穿着蓝色的汉服 然后动作是缓缓的在扭动她的头去看她的肩膀 所以说呢 这就是她的一个基本的动作啊 那我们在之前的测试里边呢 其实也用了很多的长提示词的效果 大家注意啊 那我们会发现长的提示词呢 不见得会对动作有什么特别大的帮助 反而可能会对画面呢造成一定的困扰 因为呢 她要关注的细节太多 而不是关注在动作上 所以说这是第二个需要注意的地方 那第三个需要注意的地方 就是大家在调整这个参数的时候 注意这个 Strength这个参数 这个参数指的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是说 你生成视频里边的这个人物的一致性 和你图片当中一致性的这种 约束力到底有多少 比方0.8 你可以认为主体的一致性大概会在80%左右 那如果你调的越高 你要注意 你生成的这个视频 它就越像你参考图片里边这个人物 但是产生的动作可能会越来越少 那但是并不是说这个就不能调啊 那你可以去调 什么时候呢 就是当你发现你生成的这个人物 跟你参考图片里边人物 的确不是特别像的时候 那你可以去调 但是调整之后呢 很有可能这个动作的幅度会降低 那我们可以给大家试一个 如果我现在调成一 那我们给大家生成一遍 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为了对比呢 我们可以留一个啊 那大家会发现啊 当我们采用了一之后呢 这个人物呢 会和我们的参考人物会很像啊 我们可以拿过来看一下 它会比刚才那个0.8的时候 更像这个参考人物 大家可以看一下 但是呢 你会发现啊 就是这个动作呢 会有所降低 就是你原来呢 可能会有眨眼 有扭头啊 但是你会发现 这个时候呢 这个动作呢 就会有所降低 一致性呢 会有所增强 所以说呢 我建议大家这个值呢 你可以先按照0.8去调 那如果说 这个不能满足你的要求的话呢 你可以 把这个值呢 稍微的往高里 或者往低里去调一下 然后另外就是 underperson呢 我并建议大家去调啊 注意如果我调成0.75 就跟我们那个carnet一样 就是我们不让它整体的起作用 这个一致性呢 往往是保证不了的 现在呢 我们可以跑一遍 大家注意一下 这样 我们把这个也存一下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人物呢 其实就更加偏向 混员的这个风格 因为它并不是整体的 都起作用 所以说呢 这个人物变化会比较大 另外呢 如果你希望使用 自己的Laura的话呢 也可以尝试一下啊 那比方说呢 我们来增加一个 自己的Laura 这个节点 我们给大家说过啊 我们找一个 我们自己训练好的 一个Laura 然后它的权重呢 我们给1.0 这儿我们给到 Double Block 防止它去污染 其他的节点 下面呢 我们整个的来跑一下 这个效果不见得好啊 就是因为 你用了自己的Laura 肯定会破坏 这个一致性嘛 对吧 就是让人物看起来 可能并不像 参考图片当中的人物 但是有些特定的场合 我们的确可能 会有这样的玩法 大家看一下啊 就是这个 它会多少啊 有我们这个训练出来 这个Laura人物的影子 但是如果你希望它更强的话呢 你可以将这个值呢 给它降低一点 就是参考图片的这个值呢 降低一点 比方我们刚才用的0.75 对吧 如果在这种情况下 你再用0.75 那我们采样之后 你会发现啊 这个人物呢 他其实就更像 我们训练的那个Laura了 对吧 当然这个画面 就会有一点抖动了 那我们会发现在这个 Confiwai的原生系统里边 去使用会员的图像视频呢 应该说采样更快 效果呢 也是非常棒的 那比用K神的这个扩展程序呢 我们整个的速度呢 会有一个比较大的提升 刚才我讲的核心的重点呢 其实就是那个踩坑里边的 一个禁忌和三个注意啊 第一个就是要注意 不要使用fast value 另外要注意这个节点的调整方法 另外要注意这个视频长度的设置 另外提示词的写法 主要呢 是描述动作啊 对于光照啊 环境啊 尽量的呢 不要有太多的描述 以防止呢 模型关注的点比较多啊 在展现主要动作方面呢 不够集中 那今天呢 我们就说这么多 大家呢 可以自己试一下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开始 好 关注我 做一个懂爱的人